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天火,我是蘑菇 那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一期粉底液实测 今天戴着衣服还挺配的,还挺搭 然后呢,今天又是一期粉底液实测 是这一个,是Bobbi Brown新出的一个 Stein Norenthing Glow Foundation 然后它大概呢,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虫草的升级版 就是要比虫草光泽稍微弱一点点 没有那么光泽 然后稍微有一点遮瑕度提升的一个这样的粉底液 然后也是一个号称养肤的 然后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就试下去吧 上眼看一看 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呢,就继续看下去吧 然后不要忘了给我们疯狂的弹幕,评论,点赞 关注我们哟 好了,那我们开始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皮肤情况 我呢,昨天又去喝酒了 本来最近痒的还行 但这又起了一些小红点点 然后我觉得没有上一次皮肤状态那么差了 稍微好一丢丢吧 然后我这个最近我的皮肤情况还不错 然后可能多的就是稍微有一些斑 但是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也没有什么闭口或什么的 最多就是有点斑,肤色不太均匀 对,然后我是干皮 那算中性? 我现在在,就因为现在北京夏天了嘛 然后我就属于一个混干的状态 好吧,那我们开始 首先挤到手上给大家看 这个粉底我觉得用起来要比,要比虫草省特别多 就是虫草原来我都是那个,它那不是大滴管吗 基本上我挤一下,就那一整滴管我全都要用完 但是用这个的话差不多这些就不 但你这个颜色我感觉好像稍微有点深 对,这个色号我建议所有在座的大家 你只要不是特别黑,你都要买零号 就这已经是最浅了 但是它还是挺黄的 我真的觉得是,你看这个颜色 就是它已经是最浅了 感觉它这个质地没有非常的水 对,它不是特别稀的那种 所以它遮瑕力要稍微好一点 那我们就上脸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上一半的脸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用 算是一个first impression 然后我还挺喜欢它这个包装的 因为它是这种真空瓶的 就是那种它会让你能用到最后一滴 我觉得虫草的那个瓶 就是那种低管的设计真的特费 就是有很多你都用不,用不到的比 我们用的这个,这个蛋蛋就是那个joe fresh的 好多人会弹幕问我们 现在同意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觉得还挺好用 就是熔灯过很多次我们的爱用品 我觉得胎一胎就没有那么黄 我老是按自己上妆洗剑卡卡全脸就上上了 好,我先上网给大家看一下 嗯,我觉得它这个遮瑕还可以 就是把我这一边的这个肤色不均的问题 给它就是做了一个优化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对比 我觉得它这个涂上脸 嗯,不是那种特别有光泽的那种类型的 但是,有一就是细微的这种光泽 你可以看到吗 然后,比较水 就是在我脸上不会起什么皮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遮瑕力也还可以 嗯,我目前为止觉得还可以不错 对,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它填毛孔的情况还好 因为像鼻子就明显感觉这边毛孔比较大 这边就填的比较好 遮瑕力肯定要比虫草好 但是也没有说是那种特别特别高的 然后它的妆效是一个既不是雾面 也不是特别润的 也不是光泽的 就是一个非常中的 自然的那种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颜色 你虽然挤多了涂在手上看着深 但是你把它拍开了 就是我觉得还好这个颜色 可以接受 啊,那我说特别黄 黄,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肤色 自然的,就也没有特别白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那个肤色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没有特别黑的话 就这个色号就可以了 零号,是零号 嗯,对 我本来想买比这个稍微 就是因为我很少买最白最白的颜色嘛 我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买一个比这个深的 到手了我就感觉幸亏啊 买了它,要再买深一号的真是不行了 这大概多少钱啊 这个在国内专柜是720 我觉得还挺贵的 嗯,有点贵 你像雅顺上的白衣巾 应该算是它的比较高度的粉底 就是八百,八百二,八百八 像,像那个浸水啊,国内专柜一般都是四百八嘛 我差不多这个从香港带,好像四百八左右吧 诶,那虫草呢? 虫草没有这个柜 嗯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这个全脸丸妆的一个,不是什么丸妆 就是现在这个全脸都上好粉底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把,你看我的这个,这块有小斑 就给它大概遮了个五成 然后这个斑我觉得遮的不是特别好 大概就遮了个两三成的样子 我觉得它的遮瑕力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会把你的这个肤色不均的问题呀 然后包括你的一些小点的瑕疵 能够稍微给你盖上一点 嗯 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 属于那种有轻微光泽的 嗯 好吧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遮瑕力是那种云色能力很强 但是重点遮瑕就肯定不是说像double wear啊 那种它不是一个full coverage的粉底液 就是还是走自然瓜的那种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有光的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自然的肤矿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细看了一下这个妆感 我觉得会比浸水的那个妆感要稍微重 对,还是重一点 好,那我们就换上我们后续的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一会儿见 走 好了,我们回来了 然后现在呢我们俩就把这个妆啊什么的给画好了 然后就是这个粉底液就是在我们的脸上完妆以后的效果 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觉得就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以后 感觉那个粉感就不是特别重 就是感觉还比较自然 就是跟你的这个皮肤融合在一起 你看我今天是六一 然后我就给自己贴了 小仙女 我觉得还不错 还挺自然的哈 然后瞎该这里都能遮上 嗯 我觉得就是粉感要比刚上的时候稍微弱一点 对,然后遮瑕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匀色的那种遮瑕度吧 然后是稍微好一点 但是不能代替 就不能说完全不用遮瑕膏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目前还行 而且它的这种遮瑕力 你看我们俩用同一个色号 但是还是就是它要白一点 就是它是在你自己皮肤的基础上 稍微遮一点 就不会说特别假白啊 行吧 我忘了忘图彩虹了 嗯 足一点 现在时间是1点19 1点20吧 然后我们弄点别的 一会我们再见 嗯,一会见 拜拜 嘿 然后因为我今天要来我爷爷奶奶家 然后我跟蘑菇就分开了 然后我现在来我爷爷 还有我奶奶 我爷爷过来了 还有我奶奶 然后呢,我来跟大家update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粉底片 我觉得脱妆倒是还好 但是呢,我觉得稍微还是有点妆感有点重 大家看一下 你看就是这一块儿,感觉妆感还是有点重 但是都还在我脸上保持着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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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帅啊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 10点 50 就是快11点 然后呢,我们戴妆已经戴了将近11个小时 给大家看一些呀 我觉得就是在脸上还是挺完整的 嗯,但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厚重 就是,看到吗 哦,我就觉得我用清水用习惯了 我还是比较轻薄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表现都还不错 就是也没有卡门卡粉斑驳的那种现象 但我觉得稍微有点贵 嗯 然后呢,以上呢,就是我的测评 我还是挺推荐的 如果你能接受它的这个价格的话 好吧,我们就先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 哦,不要忘了看蘑菇的哟 哈喽 然后因为今天坚果晚上要去他奶奶家吃饭 所以我们两个的这个粉底实色 就要分开给大家测了 然后现在是几点 我看一下 6点半 对,现在已经下午6点半了 就是据我们上妆已经大概过去了5个多小时吧 然后今天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俩好像都没有上 一点散粉都没有上 然后也没有用定妆喷雾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天气挺热的 还是出了一点油的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状况还可以 就是没有拖得很丑 就只是有一点油光 但是我觉得从颜色上来说 它会稍微稍微比最开始上妆的时候 好像氧化那么一点点 就没有那么白了 稍微氧化了一点吧 但是总的来说 它肯定不是一个说很控油的 粉底 那我觉得现在表现还可以 你让它跟大家喝一下 那我们拜拜 现在大概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吧 然后我可能一会出去玩 所以可能要补妆 所以现在给大家做最后一次update 我觉得在镜子里边看状态还是挺好的 在相机里边看可能比较高清 下次有点多 但这个是我自己皮肤的问题吧 然后下午躺了一会儿 因为没定妆 可能这边脱了一些 但是带妆面还挺好的 鼻子啊什么的 也没有很多 那我就稍微补一点 所以说 好 感谢观看